嗨 大家好 我是小英 现在AI的帮助能力有多恐怖了 看完你绝对会吓一跳 最近的人型机器人非常火 我想要快速了解一下 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怎么梳理和分析信息的 第一 全网搜索 打开几十个网页 第二 筛选 阅读 提念信息 第三 整理逻辑 搭建报告框架 填充内容 制作图表 如果有需要 我们再花点时间 把整理后的信息美化一下 这一套流程下来 没有一两天根本搞不定 尤其是筛选信息 提念信息 这完全是劳力劳动中的 脏火 泪火 一天下来 你会感觉身体被掏空 但如果我告诉你 上面这五步 我只需要在skywalk中输入一句话 请扮演一位 顶尖的科技行业 市场分析师 为一群寻求投资机会的商业领袖 制作一份 关于全球人型机器人产业的 深度研究报告 并基于此报告 生成一份配套的演示文稿 它就帮我生成了一份 非常专业的PPT 大家看这个效果 版式设计 图文排版 审美完全在线 每一页内容的逻辑和信息密度 都非常高 最让我惊喜的是 里面自动生成的这些图表 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 而是真正的数据可视化 这在其他AI生成报告里面 是很少见的 官方说能稳定生成30页以上 彻底告别了 AIPPT常见的三页子尴尬 如果我对某一页不满意怎么办 可以直接让AI 当夜重写 我们都知道 AI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也就是幻觉 但Skywalk的每一个 关键信息后面 都有一个溯源脚标 点击打开 你看 它直接跳转到了 引用的原始报告或新闻链接 这意味着 它的每一个结论 都是可验证可追溯的 这一点 对于做严肃研究和报告的人来说 是绝对的干许 点击下载 可以直接导出成PPT格式 导入到我们自己的PPT编辑器里接着改 我感觉这个PPT的风格太过沉稳了 在首页 可以选择各种PPT模板 一共有20多种 点击上传 还能直接上传自己习惯使用的PPT风格模板 对于我这种经常写各种计划书的选手 简直太友好了 怎么样 学会利用生产力工具 你原本两天的工作 完全可以压缩成半天完成 剩下的一天半 是摸个鱼呢 还是调修来个周边游 你开心就好 除了输出高质量的PPT 你让它给你生成一份 Word形式的行业报告 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给它一个有点真实难度的任务 这是很多咨询或投资公司的新人 要做的第一份功课 请帮我深度分析一下 全球宠物AI可创戴设备这个新兴市场 报告需要包含市场规模 核心技术 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以及未来三年的发展趋势预测 场景选择商业报告 好 指令发出去了 大家看 它没有立刻开始写 而是像一个真人助理一样 先反问我几个问题 来确认我的需求 比如 你需要关注全球市场还是北美市场 分析产品时 你更切中健康类的 还是定位追踪类的 这个细节非常壮严 它不是一个盲目的执行者 而是一个会思考的协作者 在获得大概方向后 它还会再次给你确认一下细节 必须因为你是否有要补充的内容 点击执行 这个过程需要等待几分钟 好了 报告生成了 它一共浏览了323个网页 使用了43个信源 这么多内容 别说早 就是5分钟浏览一个网页 都要1600多分钟 不吃不喝得看一天一夜 点击这里 给报告加一个封面 OK 添加成功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看看最终输出的质量 这个是报告的封面 上面标注了最新日期 这里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宠物类的可穿戴产品 其中包含了智能硬件 健康检测 位置追踪 和市场趋势这些内容 这边还能对产品的形态有个大概的了解 这个封面设计我特别喜欢 再看看 这下面就是目录 隐言 隐印俱全 完全是专业报告的格式 这已经秒杀了90%的AI文胆工具 其次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它不仅有宏观的市场分析 还自动生成了数据图表 鼠标悬停在上面 可以清楚的看到详细数据 这个感觉比我自己做的还好 这下面还有驱动力分析 北美 亚太 欧洲市场有什么区别 以及目前的技术能做到什么程度等等 官方说它的搜索性原量是同类产品的10倍 从内容的丰富角度来看 确实不是吹的 我最近还用它做了个股票分析报告 结果也非常惊艳 我让它帮我找出A股市场 目前被低估的上市公司 并且为其中一家公司 提供一个详细的投资逻辑 包括风险因素 经过一段时间信息梳理后 它开始编辑文档了 我们来看看它输出后的结果 是不是和我们预期的一样呢 它还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直接给了我推荐的股票代码 第一支推荐的是 工程机械行业的三一重工 第二个是化工行业的万华化学 这下面都是它的入选逻辑 第三个则是通信行业的中信通讯 这里列出了这三支股票 关键的成长性和估值指标 再下面则是投资建议 比如三一重工 可以看到的目标价是22.5 预期回报30% 预期持有时间是一年到一年半 评论区有没有懂的朋友 可以评价一下它分析的对吗 再说到这里 我想说Skywalk这样的工具 它改变的可能不只是一份报告 或者PPT的制作方式 它真正做到的 是把我们从80%的 重复性信息脑洞都解放出来 过去我们经常需要 反复琢磨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一旦陷入抠细节的 汪洋大海里面 别说一个脑子 十个脑子都不够用 有了AI 我们就可以把百分百的精力 投入到更高层次的思考 洞察和决策中去 这可能才是未来工作的 核心价值所在 所以 无论你是需要写内文 做小组作业的学生 还是需要做市场分析 写方案 做汇报的职场人 都应该去了解 和拥抱这样的变化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会喜欢 我是小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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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